哎呦,What's up?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上海市的敏航区 老敏航无金板块 然后这个位置是位于上海的外环外 就是外环线以外 然后今天去带大家看一套大家都买得起的房子 然后价格只需要换 然后我们一起出发去看一看这套房子到底是怎样的 OK,出发 OK,这就是这个小区里的环境 虽然是80年的小区房龄是非常古老 但是它这个小区因为地面道路是进行过旧改的 所以停车位啊 包括这个小区的这个绿化环境还是非常OK的 然后在这个小区的中心位置 这里是有一个小花园 平常一些老年人会过来这边 然后去做一些娱乐的活动 小区的环境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新的 然后看起来不像是已经拥有40年房龄的小区 比较像2000年左右的房子 这里是一块就是健身器材 平常一些老年人包括小朋友都可以过来这边 小区的物业还是非常靠谱的 点赞 OK已经到这套房子楼下了 这套房子是总高五楼的五楼 这是顶楼 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 OK我们现在已经到房子里了 一起来看一下吧 进门的左手边 卫生间 OK卫生间也有一扇窗子 也是亮的 只不过窗户我刚没有打开 然后再往里走一走 一个开窗式的厨房 朝北的一扇小窗子 也能保证这个厨房的采光 靠坐的台照的台照在这里 OK我们现在往里走一走 然后进门的这个左手边是这个 一个小的餐厅 就是你们家吃饭的地方 这边是一个靠前方的一个这种靠背的影子 对面放了两条沙发里 可以供一个三个五十家吃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边的话是一个洗手室 然后这里的话有一个台盆 然后这里是放你们家的洗衣机 然后整个这个洗漱的空间还是非常的宽敞的 OK再往里走一点 我后面这个大家可以猜到的是什么吗 可能就以为是个柜子 但其实是一个冰箱 它把这个冰箱做了一个嵌路式的造型 然后既保证这个空间的利用性 也能做得非常的美观 OK往里来 这里是一个朝北的卧室 然后空间不是很大 但是一个人去居住 然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或者做一个儿童房也OK 然后窗户也是开的比较大的 OK我们可以看一下窗户外面的外景 可以看到这个小区还是 外里面还是比较古老的一种风格 毕竟房间会比较老一点 OK接着往里来 跟这个餐厅相连的地方 然后这里也是相通的一块 就是这个客厅 放了一张两米半的沙发 我整个人都可以躺在上面了 我身装是180 我躺上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最南边就是我们这套房子的主卧 就是你们家主人住的房间 然后这里是阳台 然后这里放了一张一米八的床 然后那边做了一整面墙的柜子用来储物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阳台是一个拐角式的阳台 然后整个采光和通风效果是特别棒的 是一个拐角形的L型的阳台 然后它整个房间所有的空调 都是这种类似于中央空调的设计 用的是风管机 然后非常非常漂亮非常OK 然后整个房子的风格 其实跟我们看的上一套的装修风格 是非常类似的 就是比较现代化 比较年轻化的一种轻奢风格 OK 这套房子的产证面积是52个平方 目前的售价是249万 然后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清零的 然后很像我们每个人在上海 你工作了两三年 基本上都可以攒出一定的积蓄 然后作为这套房子的首付 然后去把它买下来 OK 如果是你 你会花250万左右 在上海的外行外去买这样一套 非常精致的小两行 作为你的家 把你的观点打在评论区 OK 拜拜